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用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生生为妙化 百千万千难载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布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继续讲 以行为主宰自己的心 这里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 以对之主宰 分两个方面 略锁和广锁 那么略锁前面讲话 广锁 众亦如是毁 若有不行善 众国众归如 为当受知法 就是讲的这个 这个偈颂大家应该比较清楚 前面通过各种方式 以种种角度 介绍了我们的姿态相患 应该舍弃自己 接受别人的痛苦 这是已经反反复复 一而再再而散地讲了 作者也是已经讲了 许许多多的尊重教会 然后我们在有关的一些 脏汉的讲义当中 也已经叙述了许多的道理 当然讲了那么多 如果我们的行为没有改变 那这是不行的 如果仍然 依然如果的 你的行为 一点长进都是没有的 你的所谓的肉 指的是我们狂妄的心 也就是说自己对自己的心 有一种利人的手法来说的 因为前面已经讲了 那么多的教言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改变 它不能调伏 还继续造恶业 不能行持善法 尤其是对利益众生的这件事情 还自若妄问 一直不能如实地去 实际于行动当中的话 那正是我们所说的这些道理 都已经白费了 的确也是 我们讲《入行论》 现在讲记的 已经讲了七本多了 可能这篇讲完了以后 马上有八本书了 那么如果没有得到利益 这全部都是费者 可能我们很多道友 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学了七本书 但看看 观一观自己的相续 跟以前是不是一样 以前你对自己是怎么样的爱重 怎么样的执著 现在也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那真的意义不是很大的 你的书本再多 你的学法的利益再多也是 这没有摧毁我 这的确也是没有用的 昨前天有些道友跟我说 你现在写的 翻译的 他数了一下 总共有可能七十多本了 好了不起 我说 有没有那么多 妙法宝库和险密宝库 都是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可能全部讲记和一起加起来 都是有的 但我想了一下 如果真的是以利益 离他心来摄持的一些文奖 可能会有一点利益 但如果没有 不要说是七十多 八百多或者七百多 也就是众生是没有意义的 以前在历史上看 有些大德不是文字很多 像有诸探机 有些诸佛菩萨 他以菩提心来流落而写出来 文章是只有几句 但是后来千秋万代当中 人们一直不离生 一直修行 对这个利益了多少个众生 而一般世间的一些文章 在世间上是著名的一些文学家 作品应该堆积如善 非常多的 可是对这个社会 不但是没有意义 反而也有倒退的作用 所以我们关键在于 看看能放下我这方面 就起当作用 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花了时间 花了精力 花了一些钱财 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学习之后 现在应该值得终结 如果你的行为还不能继续行持 利他的善法 就是不能离他的善法 那么这个关键的过失 在于谁呢 当然我要分析的过程当中 可以发现得到 这个身体它是无情法 它并不是一切过失的来源 最主要的 一切祸害的困之术 就是我们的心 就是这个狂妄的心 无始以来都是没有正知正念 就像没有调教过的 这种害童一样的 非常野蛮的这颗心 这颗心就是一切过失的来源 这一切过失 也就是说 即生当中的痛苦 来世的痛苦 以及各种烦恼 痛苦的来源 源泉 就是归根基地 应该是我之 也就是说 所谓的你这颗特别不调柔的心 如果你这样爱自己的 舍弃别人的这颗心 还继续一如既往的 还这样下去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因为我们前面用温和的一些教言 通过各种方式 方方面面来进行交界 现在是无济于舍 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只有采取的措施 唯一有一些粗暴的 或者一些严厉的方式来进行对治 这个对自己的心来讲 也是应该需要这样的 有些课判当中 这个偈颂以下 全部是用粗暴的方式来 调伏自己的心 因为前面以比较巧柔 或者吻合的方式来进行对治 就进行对治 那这样有必要的 我们世间一般的人 人和非人当中都有的 有时候老师特别好的话 不一定教得好学生 或者一些邪魔外道 以前我们藏地历史上 菩提萨多当时 以吻合的方式来没有调化 后来莲花生大师 以微梦的形象来进行调伏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所以说我们这颗心 也应该以比较严厉的方式来 进行调整 或者说进行对治 如果没有这样 别说我们的心 在世间上一般来讲 有时候可能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吧 我们一些孩子 或者这些不一定是 用温和来能调教 世间也是说 这个言父出小子 慈母多百二 有这种说法吧 如果父亲比较严格或者严厉 那么可以培养出比较孝顺的孩子 而这个母亲特别的慈悲 连老师都不让好好地给他讲 啊 我的这个好宝败 谁也不要摸 谁也不要打他 你想什么就做什么呀 有些母亲就是这样 那孩子长大之后 绝对也是不会成人才的 这种现象在世间当中 也是有的 以前岳飞 可能在颂朝时候的 大家都知道 颂朝时候的名讲 他对自己的 他有五个孩子 他对自己的孩子是非常的严格 一般来说 他也知道 欲不成妻 不成妻 就是由这个道理来约束 之后他的大儿子叫做月云吧 在十二岁的时候出名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有时候真是没有粗暴的行为 也很难以吵架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 有个别的道友 整天都是说一些闻合 求求你啊 谢谢你啊 你不要犯纪律 就不行的 然后有一个为梦想 或者有一些严厉的批评 他就开始听话了 这种现象应该是有的 所以说 有时候我们课堂上说话 心里面没有生 特别大的嗔恨心也是 但是现在表面上应该就是 今天为什么生那么大的嗔恨心呢 其作用还是不相同的 因此我们对自己的心 在这里应该有一种特殊的调整方法 大家应该这么想 我现在一直以种种方法 依靠政治 依靠正念 很多方式来想利他 但是利他一直起不到有效的作用 那这样我无始以来的心 这颗心真是很坏 从此之后 我应该各种方法来进行惩罚 那这样自己的内心 应该会行持善法方面起作用的 所以这个行持善法 吴国王尊哉 在《如意宝藏论》当中也讲了 就是行持善法 善法我们应该 就像是即可热 就遇到饮食一样 有一种渴求心 这个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末法时代的人 表面上看来是 我是出家人 我是在家学佛的人 但是实际上内心 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求心 这是我们最大的缺点 以前一些古代的高僧大德 和有些修行人 对佛法强烈的信心 罪求心很不错的 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现在我们一方面 可能是烟花亮乱 外面信心事实的世界 这样我们已经吸引住了 让我们的人心一直动荡不安 可能处于这样一个状态的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按照传承主持的教言 应该时时刻刻都是 行持善法 行参法的话 现在很多人是 世间方面固定 我什么时候可以念佛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脱 不需要纵事的这些方面 他们都会注意 不需要的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 一般长的话 你必管一年 两年 三年 以前高僧大德 像麦彭仁波切和敦珠仁波切 第一是 他们的传记当中 每年都是什么叫 约修或者集修 也就是说 一节一节的闭关 这种方式也可以 或者就是说 你一年两年闭关 这样也可以 如果这样闭关不成 那么每天擦了虚语 乃至有一点点时间 处处来学乎 然后所修这个法的内容 也可以多种多样的 有相的法是我们磕头 念经 转绕 一直做供养等等 这些有相的善法都可以行持 然后无相的 如禅定 三摩定 或者是一些如意中观的这些境界 这样无相的行持善法 也是应该可以的 然后从时间 从环境 你在散乱的地方也要修持 然后寂静的地方也要修持 这个地点 家里也可以修 单位里面也可以修 然后车上面也可以修 在哪里都修也可以修 念也可以念 可是现在很多人 哦 我现在没有一个专门修行的时间 认为修行的时间一定要空出来了 什么事情都干扰 都没有的 那个是黑修 但是这样我们修行的时间 真的能修多长时间啊 很难说的 所以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 再加上我们遇见众生一般的人 大多数都是睡 一天都是睡四个小时到八个小时 那这样人的 比如说我现在活得四十岁了 那四十岁也许我还能活十年 能活十年 我的五年可能睡觉 然后在五年当中 还要散乱 说话 那这样真正修行的时间 从中处出来多少时间 所以我们时间和环境 大家都是不要定下来 外面的有些人经常是 啊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修 那个地方可不可以修 所以自己对自己 造了许许多多的一些借口 这样之后 对自己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因此我们所修的法 应该也可以修一些比较难的 比较难懂的一些中观 禅宗 一些甚深的道理 也修一些简单的 比较很简单的 一般念阿弥陀佛的这种方法 好多简单的修法 所以我们古代的一些修行人 他所有的经理 世间 全部尽量地用于一些 行持善法方面 可是现在末法时代的人 就不是这样的 因此大家也不要想到是 啊 我要修的话 所有的世间 因缘全部远远慢慢具足以后 才完整的修行 也不能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 也很愚痴的一种形象 我记得《白玉经》里面 有一个愚笨的人 他有一次口口的不得了 然后一个人带他到河边去了 河边的时候他一直不喝水 然后旁边的人问 为什么你不喝水 他说 我喝水全部喝不完 所以我不喝了 其实现在世间人也是 当时也有这个比喻 外道和一些不学佛的人 为什么他不学佛呢 因为佛法很高深莫测 所有的戒律我不能说 所以我不去学佛 并不是这样的 所谓的佛法 你只要就像是一个口干的人 喝一口水 他还是有一口水的作用 能解割 就像《水母歌言》里面所讲的那样 所以我们所学到的佛法的一句话 或者是一种道理 对你的相续的确是有毅力的 不一定我们佛教里面的所有的戒律 全部都是拿你受持 但是你只能受一份戒律 皈依三宝 或者说是你不杀生的戒律 你要受持的话 它有无量的功德 然后你利益众生的所有的十方众生 就是你要帮助他们 你现在也实在做不到的时候 那你一天当中 哪怕是对一个众生 做一点饶益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 心里面发这个心 我要想帮助众生 是这么一颗心 它那个功德是无边无际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 学习佛法的方法 道理有时候确实是不太懂的 因此自己时时刻刻 都是要感觉得到 跟以前不相同的 吴光尊者在《如意宝尊论》当中也讲了 我们平时应该想到 自己是一个大乘修行人 入了大乘佛法的修行人 然后与其他人完全不相同的 应该有这样一个理念 这是我们平时有些人 在工作也好 上班也好 或者是在跟其他人说话 吃饭 在那个时候 你就始终都是想 今天我们禅座上有十个人 我有十个人 那么其他都是不学佛的 不学佛的话 我自己心里面想 我所作所为都是 只要是帮助他们 我也是随顺他们的 但是如果不能帮助他们 那我吃完饭以后 我要回去 我好好地念我的经 修我的法 跟他们不相同的 他们是不承认这一套的 因此自己应该有 这样一个约束 所以我们心中作物 都可以行持善法 所以行持善法 我觉得没有必要 一定要空出一个时间 空出一个地方 就像现在有些汉地的 句是一样的 给我一定要拿一个时间 我一个月当中 给任何人都不能见 一定要给我空出一个 大大的佛堂 你们全家人全部给我滚出去 这个作法可能不一定显示的 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 应该在不同的时候 在不同的地方 都随着自己心的力量来进行约束 那么有些修行人是这样的 有些在监狱里面成就的 有些在其他 众多人群当中获得成就的 从佛教的历史上看 很多修行人也不一定非要在山洞当中 所以我们大家在修行的时候 应该随时都是要关自己的心 自己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人 那么这样以后 对所有的以前没有好好地修行 或者不行持善法的时候 一定要惩罚自己的心 惩罚的方法 当然下面也讲了一些 前面也是讲过一些 带自己最好用以前 噶当派的一些教言来惩罚 这样我想我们的修行 一定会成功的 下面也就是说 断除智力 现在怎么样惩罚呢 我能惩罚吗 惩罚这个心事 不容易吧 怎么样惩罚呢 惩罚的方法应该是有的 这个颂词也已经讲了 说我们以前已经受到了 各种各样的痛苦 受各种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一颗狂妄的心 就是他无始以来 没有好好调伏 正因为没有好好调伏 他生起了贪嗔痴等 各种烦恼 然后以这个烦恼 造作恶业 而造作恶业之后 在三界轮回当中 感受不同程度的 极其难忍的痛苦 那么这样以后 我从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 在轮回无边无际的死亚当中 其实依靠这一颗心 让我们受到了种种的折磨 一直尽量不断地 在此起彼伏的 在轮回当中受过 各式各样的痛苦 确实我们在轮回里面 所感受的这些痛苦 如果用语言来表述 那谁也没办法 不要说我们凡夫人 甚至圣者的口舌描述 也很难以致敬的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应该认识到 现在我们学习了大乘佛法 以致了上射 直到取舍之后才明白 才发现 原来一切所有的 这些罪魁糊素 就是我们这颗非常不条柔的心 应该每个人都是想一想 这并不是说让我们 给别人 给其他人做教育的 现在世间上的有些领导 他自己天天都是干坏事 然后在开会上面 啊 你们一定要爱国爱教 你们一定要如何如何 讲得非常漂亮 但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颗心 应该是既要观自己的心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心 有一个狂妄的心 和有一个明智的心 那么明智的心 进行交接 狂妄的心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我执 也就是说是自私自利的心 那么今日 依靠上师的指点 我完全都已经明白 明白是什么呢 无始以来都是喜欢自己 爱知自己 然后把众生和众生的快乐 全部一并放弃 以这样的一个因缘 让我也是在轮回当中受煎熬 非常痛苦的 而如今我们的的确确 以不可思议的因缘 遇到了大乘的殊胜教法以后 完全明白 其实世间当中的一切痛苦 和一切祸害的根源 就是握着烦恼 撒迦也尽 那么今生当中 以种种的妙法和因缘 已经明确 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确实是以前可能在 从小到现在 受过各种各样的教育和 一些思想陪伴的 不同的教育 各种教育都可能受过 但是真正像大乘佛法一样 让我们心底完全能接受的 完全懂得世间一切真理的这种道理 恐怕是没有接受过 所以我们现在 完全都已经明白了 明白之后 自己应该心里面也是发愿 无论如何 你这一颗心 从此之后 无论到哪里 天摇海角 不管到哪里去 那就不让你去 不让你像以前一样 随心所欲到处造恶 让我害死 让我受痛苦 不应该这样的 从此之后 我已经发现了 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个小徒 已经抓着以后 从此之后 再不让跟他做坏事了 一定要开除 以前你也不知道 一直是被他转 被他控制着 只有规规矩矩地听他的 从此之后 以前我有个同学 他一直眼睛是没有的 然后他的哥哥是五年级 我好像讲过 他哥哥毕业以后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墙壁旁边 在一个山林当中 我跟他一起打架 结果我打赢了 打赢了之后 我记得很清楚 我说 你以前有哥哥 所以我天天都是受欺负 我从今天开始 我要打你 当时我们读五年级的时候 确实后来也是 我随时都折压他 欺负他 一直在意念当中 我现在看见他的时候 心里有点伤心 所以我们对心 应该有这样的一种交界 说是以前 无始以来的 现在确实是 我们随着烦恼的心 在轮回当中 在众生面前 做了很多不如法的事情 我们尤其是没有学过 佛法的时候 可能各种行为特别地惭愧 做得非常不如法的 这样以后 现在你这个心无论到哪里去 我一定要摧毁你的这样的 自私自利的 自以为师的 这样的傲慢 较慢之心 这样的心 我应该通过我空心法也好 或者一些利他的菩提心 一定要将你摧毁 如果摧毁 当然是得解脱的 就像我们《入中论》里面讲的一样 若见我我所皆空 诸瑜伽时得解脱 有这么一个教证 这是从空心的角度来讲的 如果我们用利他的心 让自己的一切 我和我所全部 前面说的一样的 就是设给众生 那么当下我们应该获得解脱 或者从那个时候开始 已经趋入真正的解道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上 学习佛法的人是比较多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 这样的利他心 我觉得不管是学禅宗也好 学净土宗 虽然念佛法门是很殊胜的 但是你没有利他的心 你有竞争心 你有嫉妒心 傲慢心 然后以阿玛心 让喇嘛阿弥陀佛 喇嘛阿弥陀佛 怎么样念 也是不能摧毁我执的 所以你必须要 摧毁这样的我执 这样的我执 通过各种方式来 有时候你要 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 真的要认识这一点 很重要的 认识自己的心 就像我们禅宗说的是 我是谁 以前不是灵机禅师 他有一次给弟子讲经的时候 有一个弟子问 我是谁 问法师 然后法师当时没有直接回答 从他的椅子上直接起来 然后下来 老板那个道友哪里来了 然后很多人目光专注到他 是不是法师不高兴 还是什么原因 然后他一直到这位刚才提问题的问人哪里 然后拿着他的衣服 说是 你是谁啊 然后你给我前面闭着眼睛走 最后那个人好像特别害怕 但是他也不得不去 然后闭着眼睛往前去 然后又叫他回来 叫他回来的时候 当时问他 我是谁 问则是谁 最后他也打不出来 通过这种境界 据说也是已经获得了 这种无恶的境界 其实这种自踪里面也是有的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有一次灌顶的时候 也是在喇嘛经堂里面 然后也是灌大圆满的顶的时候 也是当时点灭一些活佛 说是你上去下去 给我过来 你到底是谁 然后当时通过这种窍诀来 让当场的所有弟子 要认识到我的本体 我到底是怎么样 无始以来 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特别喜欢的 我的帽子 我的鞋子 等会儿下完课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说 我的鞋子在哪儿 我的房子在哪儿 我好冷啊 什么事情全部是 每天都是说我 可能有一百八十八个 每个人都会这样说 但这样说的话 真正所谓的我到底是在哪儿 很多修行人 通过自己的一种因缘来可以观 而我们很多人 不是修行人 不会这样 当然你没有详细观察的话 一般来讲也很难以发现 以前米拉日巴 在大鹏山洞里面修行 有一天 他好像在山洞里面吃的也是没有的 山洞门口的灶上水也没有 旁边木材也没有 后来他就有点饿 想出去见一点木材 见木材回来的时候 到山洞门口吧 到那个时候 突然吹一阵狂风 然后将米拉日巴破烂的衣服 也是吹得四处飘起 然后同时 他如果拿着树上的木材的时候 把衣服飘走了 很容易衣服吹走了 然后拿着自己的衣服的时候 害怕树里面的木材马上又卷着了 正在关键时刻 在那个时候他当下已经认识到 他想说 我在这个山洞当中多年修行 那多年修行 如果我没有摧毁我执 那这个修行就没有意义了 然后他马上自言自语地说 疯啊 你如果喜欢将我破烂的衣服吹走的话 随你的边 你就吹走 如果你把我的木材 全部也是卷取走的话 也随你 然后他当下放下一切 马上做大树营的产 所以凡夫人可能是 我的脸头天天都在骑 但是从来都是不认识 利益众生的这种机会 时时刻刻都是有的 今天有一个女众给我打电话说 坎坡 我现在心里非常的深信 现在我利益众生的机会 一点也是没有的 我每天都是没有一个利益众生的机会 我觉得不可能吧 你身边有那么多的人啊 然后你心里面也是可以发现 就像龙猛菩萨的菩提行事里面 所讲的那样 如果内心当中真的 行持利益众生的这种心 一直这样不断地发起来 这也实际上是利益众生的 而我们身边 如果利益众生实在是没有的话 天天都是帮别人提税 那这样的话 利益众生的机会都是可以有的 我们这里有好多懒惰的女众 然后你就说 谁需要提税啊 我帮你提税 这个机会就马上来了 但是我们有时候 所谓的利益众生 一定要在法座上 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真正以前的自私自利的 这种心的角色或者角度 转变过来 然后从现在开始 自己所作所为 言行举止 全部尽量地往利益众生的方向去操作 或者进行安排的话 那自己内心的修行境界 也是会分支它来 自然而然出现的 否则 我们永远都是一直执着 一直自私自利的傲慢心 非常强烈的话 那确实是 这种傲慢心我们前面也讲了 现在在这里 也是摧毁较慢 这个较慢有各种 外较慢的话 我们平时世间当中觉得 自己了不起的这种公告傲慢 而这里如果是 更深一点的理解 就是所谓自我的傲慢 其实这些傲慢都是轮回当中 或者是世间当中 是一种前进的障碍 真正有学问的一些智者 或者是大德的话 它相续当中是不会有 不要说我们自私自利的 世间的这些傲慢 世间的有些智者也不会有的 我觉得以前古希腊的哲学家 苏格拉蒂 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认识 他的博大精神的一些知识 在这方面赞叹的时候 他就很谦虚地说 我只是一种非常无知的人 他用这种话来说 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那样 只是有一点点的学问 得了一个大学文凭 或者是一个博士茅 把这个博士茅 天天都是这样拉着 那么现在我们世间当中 真的有一些傲慢的学者 有些学术界的人 对谁所有的学问看不惯 《无极光正在》的有些教言里面也讲了 我们《中观宝马论》的开头也讲了 信心是前行 智慧是真心 如果一个人没有智慧 没有信心是不行的 但是有傲慢心的这些人 的确也是信心不容易接受的 所以我们世间人 很多有知识的人是很谦虚的 以前我们理学智夫 也就是说伟大的科学家牛顿 他都是这样说过的 他说 我就像一个海边玩耍的小孩 很高兴地见到了一块美丽的石子一样 但实际上还没有发现真理的大海 一个孩子 在海边见到一个石子 他自己有没有知道傲慢呢 不应该有的 真正真理的大海 他认为还没有发现 我都想这句话 是不是真理的大海 是我们薄弱空性 因为牛顿对薄弱空性和有些真正的 无我的道理确实是 虽然在有些书里面说 他信佛教 但是在薄弱空性方面 不一定有证悟的 真是 世间的一切真理 有些世间的人 他们也是很谦虚的 所以以前贝多芬 他也是在英语界上面非常出名 对日乐社会贡献也是很大的 但是他也是很谦虚的 会说 我只学会一些什么音符而已 我们谁听到都是 光是学几个音符 很多人从小的时候 开始学过多了也没法做那些等等 但是这个可能对一些科学家和一些文学家来讲 不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很多的世间人来讲 不要傲慢 如果我们世间的傲慢都没有摧毁 那么出世间的信心 不可能有的 如果信心没有 入佛门的基础没有的 所以我国王尊者在《如意宝藏论》当中 专门有一个信心品 我想专门 我们有时候要讲一下信心品 如果没有懂得 现在学佛的人全部都变成了 跟世间人一样的 全是以学术界 以这个眼光来看待我们佛教的道理 恐怕是不现实的 因此大家不管是 世间的一些傲慢也好 或者自私自利的这样的心事 尽量地应该摧毁 如果没有摧毁 那真正的无我的境界 在相续当中很难以生起来 经当 下面就是一个颂词字 经当其次念 上相自权矣 如意受他人 莫爱应尽力 那么下面有些人可能这么想 怎么会是能摧毁我扎 摧毁自私自利的心 完全退掉的 恐怕有一定的困难吧 应该留一点 或者剩下一点 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没有的话 恐怕是做不到吧 很多人会这样想的 当然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自己从今天开始 应该要舍弃这种非常不好的忆念 以前习以为常的 以前觉得 我只要在这个世间上活着 维护自己 或者赞叹自己 保护自己 这个心态不可取杀的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来讲是 自我保护要不要呢 首先是保护自己 然后保护别人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这样的念头 一切痛苦的根源 所以我们一定要舍弃这种念头 舍弃什么样的念头呢 从此之后自己享用 或者说自己应该是我要维护 我要应该获得快乐的 这样的心根本上一定要割掉 完全放下来 因为每个人他就想出来 自己想快乐的念头 这是我们在座的人 肯定都是有的 但学佛的人完全是 为了自己的一些富强 为了自己的一些快乐 利益 那这样学习的大乘佛法 没有成功的 当然小乘佛法有自我的解脱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应该将所有自私自利 或者自我恢复的心全部断掉 从此之后应该帮助自己 或者自己想离自己的门关掉 所以我们修行人 应该在墙上画两个门 一个是自私自利的门 一个是利他的门 利他的门 从此之后应该敞开 而自私自利的心 从现在开始应该断掉 因为我们在座的人 当然大家都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 所以这个问题 一定要心里面明白 如果心里面明白 我昨天所讲的一样 就是常常都是这样来想 这样来想的话 真的到一定的时候 对自我所有的念头 自己也觉得是非常厌恶的 哎呀 我这样的想法是很不对的 没有实在意义的 如果光是我自己的利益 而活在这个世间也是没有的 早一点离开也是好的 如果对众生 哪怕是一个众生 有一点点利益 那我活在世间 或者即使感受痛苦 也是应该值得的 应该有这样的心 为什么我们要放弃自私自利的心呢 下面紧接着地说 因为你这个狂妄的心 对自我的心 也就是自我维护的心 我们早已已经出卖给别人 或者已经给给别人 你这样的你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受用 自我一切的一切 全部以诸佛菩萨作为真人 然后无量无边的 三界轮回的众生作为宾客 在他们面前 把你自己已经布施过去了 已经早就已经布施过去了 现在你千万千万不要孤独 不要爱上 不要寂寞 不要伤心 我为什么要发利益众生的心啊 我现在不行 我可不可以回来 那不行的 我们世间当中已经过门的一些女孩子 你愿意到她们那里去 已经成了她们家的人 然后到婆婆家里 过两三天的时候 我想妈妈 我可不可以回来啊 那谁讲你刚开始的时候 跑到她们家里去 现在不让进来 同样的道理 我们每一个人当她发菩提心的时候 都爱上了所有的 三界轮回的众生 那你现在回来的话 没有那么容易的 一般世间人也说是 君子一言 世马难罪 你不能随随便便 出而犯啊 你今天就说 我想利益众生啊 明天想说 不行不行 我现在利益众生 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还是要先维护自己 那这样转来转去 绝对是不合理的 我们学院里面有一个女众 就是她在学院里面的时候 整天说 啊 堪布啊 我现在身体实在是不行的 我可不可以回去养几天身体啊 然后天天请假 请完假之后她又回去了 回去之后 马上她电话 哎 堪布啊 我现在心情非常的不好 我可不可以回来啊 这不是一次两次 每次都是 又在这个学院的时候 我现在身体非常的不好 我可不可以回去啊 那这样转来转去 我有时候都是想 她出去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身体不好 然后回来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心情不好 也许可能是 有时候我们这里天气也不太好 身体不好 然后到外面去了以后 外面的环境比较嘈杂 心情不好 那这样不行的 我们以前发菩提心的时候 确实是在所有的诸佛菩萨面前 自己已经发了愿 发了愿之后就已经 把自己已经送给众生了 所以自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我就是众生的 有时事实都是有这样的念头的话 那么众生就是我的 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这样的话 自己愿意付出 世间当中有时候 也有一些 以前有一本书叫《诗贵师傅》 这本书里面说是 湖南的一个贫穷的家里 有两个女孩子 他们在读高中 还有一个小弟弟读中学 后来他们考试的时候 两个都已经考上大学 但考上大学的话 姐姐一看觉得两个 肯定没办法读大学 他们家没有钱 后来把自己的同志书藏起来 让妹妹读 妹妹也不知道 后来这个妹妹回来以后 偶尔的机会 发现姐姐的录取通知书 其实她的通知书 考的是更好的学校 这个时候她一家人才发现 姐姐也是为了她的读书 让自己的所有一辈子的 念书的机会让开别人 那么世间上的很多人觉得 她的这种精神是很高尚的 完全是将自己 一辈子都是当一般的农民 让自己的妹妹 或者为家庭这么着想的 世间人认为这是已经为之 或者说她的这种地位 让给自己家里的人 是非常了不起的 很多有关的一些 报道上面 媒体上面 也是纷纷地说这种谨慎 可是我们真正的利他心 我们前面也再三地讲过 没有任何条件的 也不是什么对我关心很好的 我家里的姐姐 我家里的妹妹 很多 这方面能发放一点布施 或者舍弃一点自我 不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只要有生命的众生 作为对境而舍弃的 所以说我们真正的 大乘菩提心的威力和它的精神 世间一般的一种嘉奖 或者一切赞叹是无法相比例的 这个大家也应该清楚 所以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世间上是最伟大的人呢 就是在这一点 一方面他通达一切万法的真理 另一方面 在因地的时候也是自我一切最珍贵的东西可以设计的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后学者 也是从什么方面下说 大家应该不仅仅是像我这样 夸夸其他口头上说的 实际当中应该满心自问 大家下完课之后 真的要想一想 很多的这种法不仅仅是口头上 或者是耳边知道而已 不是这样的 应该在所讲的这些内容上面 自己反反复复地想 而我来到这个人 做一个人也不是很容易的 那么得一个人生 我现在相续当中真的要生起菩提心 没有生起菩提心的 表面上其他的一些功德 赞叹 赞扬 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 这一点都是我个人来讲 也是真的这样想 利益众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在世间当中是最珍贵的 除此之外 钱财也好 名声也好 地位也好 一直生命 也没有什么多大意义的 但是真正利他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遇到了一些违缘 在那个时候 真的很容易退失 以前《大智读论》里面 所讲的那样 当时一些圣者 他也不失严寂的过程当中 也是退失信心的 所以很多道友最需要 最注意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道性不坚定 一旦遇到了上师和教言的障碍 自己都已经变成了原来的状态 原来你没有出家的时候 没有学佛的状态一样 还是一味地希求自私自利的心 这是我们最可怕的事情 再加上 我们的习气和业力 真的是很深重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 随时时时刻刻地忏悔 你不要有选择性的 今天天气好一点 所以我今天是好好念佛的时候 啊 我今天天气冷一点 今天我是睡懒觉的时候 今天是星期天 我更要睡懒觉 那这种想法 其实我们真正的 大乘修持精进薄罗面的人 看不是很好的 可能很多人是不是 星期天的时候睡懒觉 脸色都变了 我不是特意说上谁啊 我也不知道你们星期天的时候 谁是怎么样睡 嗯 下面啊 下一个颂词 下面是思维所短为品 如我稍放矣 为事如于众 则如顶将我 凡于诸于诸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疑问 你为什么将我 自私自利的心出卖给众生 为什么我给给众生呢 有这样的疑问 那么作者对这个问题 进行回答 他说 如果我们少许的放逸 觉得可能不要紧的 就是自私自利的心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 对自他都是有利的 如果以这种心态 将自己没有布施给众生 也就是说 自私自利的心没有完全断掉 而利益众生的心 没有完全解锁 如果有这种情况 那导致的后果是什么样呢 你这颗狂妄的心 那你一定会是 就像以前一样 以前的多生累劫当中 正因为我没有发菩提心 没有利益众生 没有送给众生的原因 让我在轮回的痛苦当中 一直挣扎 一直受苦 以后也会一如既往的 你让我造各种各样的恶业 而造恶业之后 肯定会感受善恶趣的 地狱 旁生 以及恶鬼的痛苦 那那个时候 有千千万万的地狱乐族 是不断地惩罚我的 所以说 我把你送的原因很简单的 并不是你因为在家里不听话 偷东西 不是这样的 但你因为这个狂妄的心 无始以来都是把我害得 已经无法言说了 已经到现在 如果我还没有说 确实也这样的 大家也应该想 我们现在开始 如果没有把自己的心转变过来 如果这一辈子 对自私自利的心 就是没有任何的伤害 他还是完尊无缺的 或者他这样很狂妄地下去 那何时能解脱啊 这个是没有任何余力的 因此说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段落 或者没有一个大上句号 那以后会不会在地狱当中 经常在地狱乐族 各种残忍的痛苦 会要接受呢 那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定会感受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应该是对善有三宝 恶有恶宝的因果 会有诚信不疑的定解 那么有了这样的话 一定要想起 我现在开始真的要讲 把这颗自私自利的心 完全断掉的话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还是要做一个基础 一定要 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 我还是要用上 一定要把诸佛菩萨的这些窍诀 来割断自己的心 这个心的方法比较多的 完全我们如果真的像以前高僧大德那样 当下开悟 当下断掉的话 就是恐怕对末法时代的 有些刚才能化的人来讲 是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们有种种方式 尤其是我们断除我执的方法 以前在修断法当中也是有 有时候就像我们修格萨拉的这种修法 完整的 无缺的修持也可以 如果实在不行 以前有些传承上师的教言里面 就是说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甘露 然后变成甘露之后 一份供养三宝 一份供养护法身 一份布施给三界众生 三界众生的时候 因为三界众生里面有些病人 把甘露变成妙药 然后有些盲人 变成了名魔 有些变成了一些没有衣服 给他变成衣服 没有饮食 变成饮食 凡是三界当中的每一个众生 渴求什么 希望什么 就变成他的所求 来满足这些众生的愿望 就这样来观想 然后还有一份 无始以来自己在轮回当中 欠了很多很多的债 那么还清所有的名债 素债 财物 以及各种各样的债务 全部还清 这样来观想的意义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有时候我们自己 做一点火供仪式 我们念诵经里面也是有 自己观想也是可以 当然做火供 并不是天天都做火供 也不一定这样的 现在有些上师和有些道友 整天都是开法会 什么闻思修行的法全部放弃 每天都是洗脸眼 这个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时候 自我断除的方法 应该是很多的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这样 自己不说是其他的 甚至做的一些恶业 真的是在漫长的轮回当中 不能解脱的因 恐怕是比较多的 以前《营救杀生国王》里面 有一个公案 大家可能记着 一个叫做泽贱 是印度外道的国王 当时他因为特别苦爱 血弱 杀害了无数的众生 后来他已经堕入到十八层地狱 一个一个地在感受同意 最后堕入到金刚地狱里面 感受无量的痛苦 后来阿难尊者亲眼见到了 他苦受的状况 然后他去佛陀那里去请求 佛陀那里请求的时候 当时佛陀说他在活着的时候 杀害过无量无边无辜的众生 所以很难以获得解脱 然后阿难又亲自到中阴法王那里去 阎罗法王那里去问 去问的时候他也是照样地说 他前世的杀生的果报 后来阿难再问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脱方法 最后阎罗王说 唯一的放生才有帮助的 后来阿难亲自觉得 这个众生是很可怜的 亲自来到人家替他放生 最后获得解脱 有这样的公案 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各位 可能是从小到现在 不说无事以来 从小到现在 可能享用血肉 杀害众生 这种现象应该是有吧 每一个人 恐怕有没有杀害过众生的人 如果有的话 看你们举手 也没有吃过血肉的 自己有把握 以后不会像拙钱一样 堕入地狱的 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从小到现在 真的有意无意杀过很多众生 然后也害过很多众生 所以我想 有些《因果报应》的书里面看 这种报应还是做一些放生 我们为什么经常提倡放生呢 其实我们以前 杀害过的这些众生 应该命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唱 功德很大 否则真的 我们依靠这颗身体 出疲劳 让我堕入善而去的恶业 造得非常可怕 以前佛经里面有一个公案 公案说是一个人死了 死了之后 灵魂出来开始打自己的尸体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有神通的人看到原因 原因知道之后 因为这颗身体让我造恶业 所以我辗转地在轮回当中痛苦 因为他有他心动的时候 完全知道 所以我们真的是依靠这颗身体 有时候养这个身体 有时候为了打扮这个身体 有时候为了保护身体 现在有时候 城市里面的这些年轻人 真的是为了身体 杀害了多少个众生 造了多少个恶业 所以僧可义 全部都是造的恶业 非常的可怕 因此现在作为一些在家人和出家人 现在应该说是已经 我们早日已经依靠上师 诸佛菩萨的加持 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希望大家在一些身口意义上面 还是要有一种转变 这就是智者的一个选择 龙魔菩萨也说了 说是 善观察 身于意诸业 智力自他业 横行极致热 任何一个人 如果自己好好地善加观察 然后善加观察之后 看自己的身口意 所造的意 到底是善业 还是恶业 或者是无极业 如果是善业 还不断地进行造作 如果是恶业 或者是无极业 对你的精神来自 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你尽量地把这些恶事 恶业抛弃 然后自己行持善法 而且这种行持善法并不是 今天因为上师讲了 我就好好地放一次声 或者是我口里面念一句 欧玛丽巴美红色 然后身体磕一个头 就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有些人真的 行持善法的这种意乐很薄弱 造恶业的这种意乐 和他的身体很强壮 就很有差别啊 有些人看起来都是 身体很有力气的 但是让你造恶业的话 恐怕你杀多少牦牛也没有问题的 然后让你造善业的话 天天磕一百个大头 就开始喘气 不行了 所以造恶业的身体 语言 心里的力量很强 造善业的力量很薄弱 这是不好的 像一些历代的上师们 他们造善业的时候 人才怎么样 晚上半夜三个三点钟起来磕头的时候 但造恶业的话 他绝对死也不会造 所以我们有时候的行为 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为什么龙猛菩萨说 恨事行持善法呢 这就是智制 始终都是观察自己的身可义 不造恶业 行持善法 这就是智制 大家应该不要选择愚蠢之路 一定要尽心尽力地 以这些教言来观察自己 获得这样一个人身 真的在前辈万劫当中 很难以得到 那么现在短暂的人身 如果没有实在的意义 那自己获得时间也没有 以前克召格拉华尚 克叙吉他也是在晚年的时候 看见有个别的一些 道友的言行举止生起厌烦心 后来中年都是在山上闭关 觉得自己的生命 像秋天的白云一样 如果没有赶快去施衣 以后不可能再得到 当然像他们这些高僧大德 根本不用担心 我们从他的一些教言 境界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我们这些凡夫素质 真的即生当中 还是遇到正法 遇到这么好的善法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接受 一定要赶快修行的时候 而且吴光尊在有些教言当中说 现在春天最好不过播种的时候 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秋天就是收割的时候 收庄稼的时候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讲了很多很多殊胜的机缘 所以我们现在人身得到的时候 一定要利益众生 或者是断住卧子的时候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如果你在这样慢慢慢慢下去 以后自己的心 被烦恼的云雾已经遮止了 从此之后 可能不断地会迷茫的 所以好 今天讲到这里 本来还想讲一些 但是 时间关心 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谢谢你 好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